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服装设计师卓卓 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一下外贸这个主题 广州很多做外贸的市场其实它是分布在 惠美后门很多一些像凯荣都啊,金宝,金美,旺通等等很多 一个市场葬西内附近吧 今年我去了两次那边 其实那边的一个人流非常明显的重点 我也有发过一个视频是关于很多关于这个外贸行业 因为做外贸的人都知道去那边拿货那边的一个人流量啊 其实是很弯的 但今年我看到的话真的是很大很大 而且还有一些市场目前是没有开门营业的 就好像T大当那样子 它没有开门营业 国内的批发市场基本上 广州这边基本上都是已经复工营业已经开启了 珠江山脚这个区域嘛 很多就是做外贸的一些工厂啊 做了几十年的工厂就是破产了 我也有听说很多做外贸的企业今年是放假了 有些放到六月份甚至有一些是直接放到八月一号 其实不仅仅影响的是中国吧 整个全球经济都是受影响的 很多朋友和我说就是今年外贸不行了 他们就是接不到单啊等等等等 有些人就说他们外贸还可以哦 生意还好啊 可能就是每每个人做的区域不一样 疫情不一样 他的一个单量也有所不同 由于这个全球性疫情的一个大爆发 我们外贸市场尤其是福是这一块的话是受到了重创的 就很多人会说外贸现在不行啊 可以转做内销啊 国外的疫情是属于一个大爆发的时期 而我们国内的话疫情逐步得到稳定 然后经济已经开始慢慢复苏起来 但是呢 我想跟很多小伙伴说 其实做外贸和做内销其实不一样的 外贸是他已经有他的一个副调 拿服装来说吧 做外贸服装和做国内内销的一个服装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一审美不一样 第二码数啊材质啊材料啊面料等等各方面都是不一样 而且做外贸那边的他其实他整个公司的一个运作啊 他的一个人啊其实是比较稳定的 如果你做外贸单做的比较好 基本上都是稳定的 他是已经习惯了这个步调啊 他的风格啊他的想法他的看法 其实都是围绕着外贸他所做的这个外贸在运作的 而你突然转回国内的话 因为现在的国内是国内的市场并不是说特别好 而且别人就是别人是专门做国内市场的话都没有 呃呃自己的生意都没有那么好 你从外贸呃转过来做国内的话就一定很好 而且现在很多做外贸的其实都是大厂 现在有一些外贸的一个工厂其实都是属于一个空厂 有些甚至只有一两个人几个人这样子 所以今年无论是国内服装和和外做外贸的服装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考验 呃外贸市场的影响来源于国外吗 呃我们也希望国外的疫情能得到进一步稳定的一个控制 呃虽然说国外疫情现在确诊的人数很多 但我们也希望是他能以这一块的速度把这个疫情 控制下来经济生产得到复苏改善大家的生活 这个样子我这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卓卓下次再见